王女士唯一的要求就只有三个字 不离婚 甚至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 她主动在密室里拨通了女儿的电话 喂 妈妈 妈妈决定还是想跟叔叔过下去 就叔叔对妈妈有些地方还是好的 我就记得他的好 那关键是他怎么想 现在还在调解中 来我来跟他说两句吧 孩子你要记住 不管妈妈这段婚姻是继续还是分开 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你那个妈妈从小把你养大带大对吧 赡养他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 他的想法我当然会尊重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说他自己坚持 就是说要跟我妈妈离婚的话 那我肯定是会站在我妈妈这一边的 我想跟他说 对他不要哭也不要怕 不会的 王女士决心守住她的婚姻 反而向担心她的女儿开导了起来 但在密室的另一边 情况却不容乐观了 如果说你的妻子她以后遇事跟你商量 比如说她做一些调整 你觉得还能够走下去吗 现在肯定走 走不下去了 有句话叫覆水难受 这种事情 诸如此的 不要说她这个性格 大的改变肯定是没有的 不管是谁 你的小的改变可能是还做得到 但是坚持下去也难 不就是因为这些小的改变 逐渐的累积吗 我们说叫聚杀成塔 极业成球啊 跟我家里搞得这么僵了 肯定是走不下去了 金先生话里话外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就算是他愿意和王女士再继续生活下去 孩子们那边可能也不会允许了 这个婚如今是非离不可了 至于王女士到底有没有房子分 她的回答也很痛快 政府说有那个是她的本营得的 不应该得的还是给她 政府说没有的 她想要肯定是没有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涉及到我婚前的财产 这个是没有的 假如说现有的政策 是政府应该给她的那部分 你愿意给她 你听清楚说的吗 金先生应该是铁着心要离婚了 他连怎么补偿王女士都想好了 本来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补偿她一万 补偿她一万 那个店呢 后来才说两万 她是那个店给我 一边是对婚姻的恋恋不舍 一边是对情缘的一刀两断 听闻密事令一边传来的消息 王女士终于心灰意冷 不再谈感情 而是谈起了条件 两万块钱 我是不同意的 变跟她是同意的 两万我不同意 那你要几万 那三万吧 八年婚姻 十年相伴 最终是拿着三万元补偿 黯然离场 这一刻 王女士的要求 显得既心酸又无助 那么金先生最终 能够接受这个条件吗 调解 马上回来 密事结束 回到场上 我们一起看一下 在密事商量的这个分手的条件 我先念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接受 一 南方位于某处的房屋 拆迁事宜按当地政府拆迁政策规定 如果女方有权益 则有女方享有 二 双方共同的店面 变更为南方名下 在2020年12月25日前 一次性补偿女方三万元 三 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 其他财产和问题 自行商量解决 四 双方同意离婚 待女方收到男方的补偿款后 再前往民政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 这样可以吗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好 反正 我也 喜欢你 以后过得开心快乐 祝福你们 那好吧 我们还是拥抱一下吧 放开了 好 再婚夫妻 往往会比初婚夫妻 经历更多的磨难 他们不再如初婚般简单纯粹 而是带着复杂的心境 复杂的目的和复杂的关系 结合在一起 要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 勇气 容忍和任性 再婚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只要这样 才不会在一段婚姻中 毫无准备的进入 又 毫无准备的出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